哈喽,大家好,我是喵道,我是张老师 今天我们来讲一下品试的动作拆解 在品试比赛当中,有些时候选手会过来问 比如说这个动作,它是这么打呢,还是这么打 这个是明显对于品试不理解所造成的 我今天就以太极武章为例 把这个品试的动作一个一个拆开 给大家讲解一下为什么你要这么做 这样的话,在以后练习品试过程当中 有了加深印象,至少你是知道自己在打些什么 那么我们现在开始 下面我们就一个一个动作的分解 首先第一个动作是前踏下格挡 准备之后,我要逼 这个动作是在对方前踢的时候 有一种可能性是我格挡之后会被抓 这个情况下,我们如何使用这个手指针脱的地方 如果往后拉硬拉是拉不掉的 所以说这里就要从这个虎口 从这个虎口当中出来 虎口走的话,首先第一,转腰 转腰,转腰之后呢 转手腕的同时往后拉 从虎口的位置拖出 拖出以后呢 根据对方的距离 可以进行相应的操作 这个是国际人教科书上行的 一,出来以后 二,如果对方比较远的话 可以直接打他的手 一,一 这是一种 第二种呢,是对方距离 中距离的情况下 这时候呢,打手呢,稍微有点变异 这时候我会打对方肩膀 第三种呢 是很近的情况下 很近的情况下呢 一,对方不出手之后 我直接打他的肩膀 一,二 还有一个可能性呢,是对方有可能会 一,二 这时候呢,可以利用这个手来进行放手 再看,一,一 二,一 这是 这个动作的几种应用方式 那么有些朋友可能会问 就是下个档之后 为什么不能拉过来以后 全背去打一个背去 那么,从这个动作的设计原理来看 下个档之后 如果你 到这里 再翻过来 再去打背拳的话呢 这是非常别扭的事情 正常的话呢,不论圆了 向下 但不是 这样直接出去,用背拳的 所以 如果你理解这个动作意义的话呢 再去想这个问题 就不会有这个,就没有这个问题 那么下面我们来讲一下 中间这条线的用法 那么中间那条线 两次用个档,前提背拳 中个档,前提背拳 中个档,前提背拳 中个档,前提背拳,中个档,背拳 那么首先呢,一个问题 为什么两次中个档 那么两次中个档 还有一次出现呢 是在地台当中 这个之后,中个档 中个档 那么,他的用法是这样 对方进攻的时候 对方进攻的时候 比如说,对方用不同手进攻 这个进攻 去打他的这个 种分解 再看一下,走 这是一种 还有一种呢,就是 如果你第一次中格档之后 在台南当中,我们分为 同侧手的格档 所以不同手的对档 比如说,他用右手,我用左手 这个是同侧手 那么这样的情况下 我打他很容易,他打我很容易 他打我相对来说 比我打太容易 另外一种呢 就是,他是用左手 我也是用左手 这时候呢,我身体呢 是属于劣势的 因为他想要进攻我很容易 但是我要进攻他就很容易 这时候呢,我一定有什么动作 接着,我才能够 保证我下面不会受到侵害 比如说 打 这是一种 转身以后的手刀 或者怎么样 第二种呢,就是 这样的话呢 杀伤力也是很大的 但是,一般不太为用 那么,在品式当中 我现在教科书当中的 五章当中的这套动作 是这样解释的 首先呢,对方是左手 我是左手 他是另一种手 第二种也是得到 第三种是前踢 踢中之后 打,背拳,直接打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这四种就结束了 到这里呢 我们先讲一下背拳 我们一般在练背拳的时候 一定是有一个辅助手 有一个辅助手 不太会是直接这么打 直接这么打手,很奇怪 辅助手用来干什么呢 他不仅仅是用来辅助发力 这个动作是这样的 不好意思 对方进攻的时候呢 对方进攻的时候呢 比如说 我们要打他背拳的话呢 我其实身体是暴露在外的 所以呢,第一 第一呢 我踩住他的脚 第二呢 用这个辅助手 把对方进攻的时候 向下挡开 或者是拉开 或者是抓住 这样子 第三才是进攻的 快一点 这样子 这是一个 或者是这样子 这样子 在这里 辅助手的用处 是这样子 那么下面呢 我就尝试着去拆解一下 武装当中这一组动作 这个呢 规定对啊 这是我个人的理解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那么首先呢 根据教科书上面的要求呢 它是一个一边手 不同侧手 所以 中个党 中个党 两次之后呢 前踢 那么 假设是被打掉了 之后呢 对方是可以进攻的 我再被拳 对方还可以再躲 躲掉之后 再来 又是一次手 挡开之后 再一个成绩 再被躲掉 是吧 这时候 对方可以打我落点 再来 错了 对方应该是这样子 或者是这样子 或者是这样子 这样子 搭 然后再去 这么 这样子 一整套动作 那么经过这样的一种想象的练习呢 我们去强化自己的一个 对于动作的一个反应 比如说对方格挡啊 进攻啊这些动作 来以后我应该怎么办 我应该用什么样的动作去对立 那么这个呢就是平式的真正的动作 那么下面这个工作呢 是手刀接顶肘 那么 那么 手刀呢在排队当中呢 主要是分为单手刀和双手刀 单手刀 双手刀 那么 那么单手刀的典型应用呢 就是把对方的手啊 挡开之后抓住 这样的一个过程 如果在五张当中呢 一 挡开 抓住二 撞住 那么 这个呢 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它不能解释为什么手要 躺在这里 如果说是 这样的话呢 我们直接 一 二不就好了 八张也不是有 那么这里呢 有可能啊 隐藏了这么一个 有一个技巧在里面 那么 那么五张一开始 它是一个 抓住被反制的一个过程 那么 我们在这里呢 其实也有 比如说 我再被抓住的情况下 再看一看 反过来看 这个 是关节剂啊 抓住 排指 很快 这样的一个 这是我所能想象的出的 五张呢 关于这个动作的一个证实 下面是上个打之后 这个侧踢的这个动作 在空手道当中呢 这个动作挺常见的 单个动作用法是这样的 这个动作呢 叫做 横踢上 翻译过来就是 横踢上 和 踩拳道的上半侧踢呢 从外表上看是很像的 但是用法是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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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踢完之后 踩住这方的脚 全被打到那里 这万一公斤 我呢 还在练 铺走道的时候呢 也有一个配似的整个动作 是这个动作 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 后来我突然想不到我张力的动作 所以我在下课之后呢 我在那边把这两个动作比较一下 因为一个是震身 一个是侧身 那我那个碰到老师看到了 说 哎 你这个什么动作 我说 弹量挺身 那你这个做完以后 下一层动作 我就愣 这个做完 下一层就没有收 那不可能 这个动作肯定还有 可能就是他藏掉的 就是说 他没有交往 他问我 你想一想 这个动作 他的优点和缺点 我想一想 交叉力吧 缺点的话呢 可能就是 站得太稳 一推就倒 优点在于什么 优点在于他转身快 你看 我在做这个之后 转身靠 就能回到柔车 转身比较快 所以呢 这个动作 在打完对方之后呢 他应该会接一个摔板 我看一下 现在给大家展示的是 摔跤的基本功练席 这个步伐 看着是不是很眼熟啊 他在这个步伐之后呢 就接了一个转身动作 我们来看一下 他是怎么应用的 后面呢 接的就是一个典型的过肩摔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柔道 手 摔 手 手 摔 摔 也是这个步伐 几乎一模一样 以上呢就是太子武装的拆解 请代表个人的意见 然后也希望极止 好转眼语 让更多人能够参与到 这些话题的讨论 当中来 如果喜欢的话呢 也欢迎关注我的目光 谢谢 这一整肢弹 没有我们来看 就是要没有 先放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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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还有一样 没 大人是猛 挖住手臂 就出來了 一口氣 這樣 哇就這樣 就這樣